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当的运用谚语可以增加举言活泼风趣 增强表现力 那么我们从谚语反映的内容上 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内容上来进行分类 大体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就是气象谚语 第二种是农业谚语 第三种是卫生谚语 第四种就是社会谚语 第五种就是学习谚语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这几种谚语吧 第一种就是气象谚语 气象谚语呢有很多 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 蜻蜓燕子低飞 蚂蚁搬家 鱼儿出水面来换气 大鱼马上就来到 这几种现象呢都是在预示着大鱼到来 比如说蜻蜓燕子低飞 还有蚂蚁开始搬家 鱼儿跃出水面来换气 这就预示着大鱼就要到来了 看第二个 南风暖 北风寒 东风潮湿 西风干 这是在讲风的 南面吹过来的风是暖的 北面吹过来的风是寒冷的 东风是潮湿的 西风则是比较干的 我们来看第三个 蚊子养的怪 天气要变坏 还有长虫过道 下雨之兆 蛤蟆蛙蛙叫 大雨就要到 好了同学们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再积累一些迹象艳语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种 农业艳语 农业艳语有 双降不刨葱 月长心月空 还有 稻如阴色红 全得水来供 这里呢 就讲到 稻子如果要长得好的话 一定要多浇水 第三个 六月不热 五谷不节 第四个 清水下种 浑水 茶秧 好了 这些你都掌握了吗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多多的去积累一些农业艳语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种 卫生艳语 我们来看第一个 早起早睡 精神百倍 第二个就是 鱼生火 肉生糖 白菜豆腐保平安 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 要少吃鱼和肉类 要多吃青菜 第三点就是 要想身体见 就得天天练 它在强调 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要多锻炼 我们来看第四个 社会艳语 知人知面 不知心 实树 实皮 不实根 真金不怕火炼 好汉不怕考验 出生牛犊 不怕虎 还有最后 笑一笑 十年少 愁一愁 白了头 好了 通过学习这些社会艳语 他们都预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 有的在教会我们怎么样做人 有的在教会我们怎样面对生活的困难 好了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第五个 学习艳语 第一个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可现 胜于财富 知识胜过金银 胸中有知识 胜于手中有钱 这些艳语呢 都是在告诉我们 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多学知识 相对于金钱来说 知识是更加重要的 学习了这么多的艳语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吧 补充艳语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句 知人知面 不知心 后边一句是什么呢 对小朋友们特别棒 是实树实皮 不实根 真金不怕火炼 好汉不怕考验 笑一笑十年少 瞅一瞅 白了头 早洗早睡 精神百倍 清水下肿 浑水 插秧 好了 这些艳语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 社会 还有一些卫生等等等等这些艳语 今天我们学到内容就是这些了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今天所讲到的内容吧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艳语积累 艳语是什么呢 是人民群众口头流传的固定的语句 用简单通俗的话来反映深刻的道理 常见的艳语呢 按内容可以分为气象艳语 农业艳语 卫生艳语 社会艳语和学系艳语五种类型 同学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多多积累这些艳语吧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